八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都把他当成像神一样 冲着他来的 有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 他是全民的英雄 全民的偶像 真的像天使一样 很像一个爸爸 一个大家长 这部戏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曹操真的很帅 大哥就转头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 曹操很坏 以前看过很多好爱演员演曹操 同学他跟以前都不一样 我觉得发一个特别棒的一点 就是把曹操演成人了 他演的时候 他根本他没有把人物连补化 他演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很现代的 有情感的 就是像一个人的曹操 孤不怕有敌人 我就是怕有决城的敌人 导演也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我发挥怎么去跟他沟通 来一条导演的一个版 或者来发歌一个版也行 我感觉跟导演这种合作的关系 挺舒服的 发歌就是笑着把工作都做完 做得很好的人 跟他拍戏其实我发现 他是个非常体贴的艺人 就是说他非常照顾艳人 那时候是第一天来拍 然后就拍皇宫大殿那场重头戏 我自己本身战战兢兢的 所以我自己跪在那痛得 那个脚都发麻站不起来 整个失去知觉了 我也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吗 鼻鼻太薄 幸好发歌发现了 想大家给我个护膝 我也希望他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很舒服的环境 要是所有人跪在那个地方 麻了脚都麻了 他都不会演了 怎么搞呢 我感觉戏还是整体的 不是一个人的 他们好的时候我当然也好 他更好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更好 贪心一点 请废坊 到底你是皇帝 还是我是皇帝啊 拿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